财政部副部长南都斯里·阿莫马斯兰指出 截至今年4月30日 无人认领的款项WTD已经高达112亿令吉 他说这笔巨款中 又有70%来自不活跃超过7年的银行户头 其中包括无人认领的款项 有逾期超过一年却会支付的薪资、花红和佣金 以及不活跃超过两年的交易户头 他举例被存在银行户头中的1000令吉 若被遗忘7年或以上 只会被转移到国家快据局 为了将这笔巨款物件启用 政府会将其中的100亿令吉存在定期户头 而政府自10年前 每年都可从中获得2亿5000万令吉的利息 他指出这2亿5000万令吉 将会纳入统一的税收户头 用于国家发展和援助人民 他敦促民众通过eGumi系统查看 并认领属于自己的钱 不过他也提醒人民 认领这笔资金不需要涉及任何额外的费用 也无需通过代理处理 只需前往认领的平台 上载相关文件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